大家好,欢迎收看一顶历史 民国时期有不少汉匪 最著名的就是刘黑七 刘黑七原名刘贵棠 1892年出生在山东 出身放牛娃,胆大心狠 清政府灭亡后 北洋政府对基层的掌控力崩溃 农村更是处于失控状态 这就给刘黑七正主人生存空间 23岁时,刘黑七与弟弟和几个混混结义 并按年岁来排列 刘贵棠排名第七 皮肤也又黑 所以被称为刘黑七 他的弟弟被称为刘黑八 后来他们开端在外地和周边地域 干起了打架结社的活动 在道上有了一点名望以后 开端招兵买马 手下也发展到近百人 刘黑七在成为土匪后 刘黑七的性格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他变得极度残暴了起来 他用极为血腥的手段 树立起来了自己的恶名 成为了当地人人畏惧的凶匪 刘黑七也逃不了土匪的本性 一是爱钱 二是贪色 在军阀混乱年代 刘黑七为了守住山头 而大肆招兵买马 1928年 刘黑七的手下已经有了一万多人 是整个山东省最大的汉匪之一 刘黑七也开始自称师长 据说刘黑七这一生 共娶过72个老婆 他的一生既投靠过各大军阀 也投靠过日本人 根本没有丝毫的立场 是那种有奶就是娘的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 刘匪从西南折回山东 带了三千余旧部投奔日军 并当上了外地县城的黄邪军司令 两年后 因祸究日军两边发生冲突 刘黑七率进千人旧部 投奔八路军 后不久又投奔了国民党 1943年11月 横行27年的刘黑七被八路军伏击 中弹毙命 完毕了他无恶不作的终身